現在是直播 直播科林裏面各有各說 今天我這個短題目 就是想講講 究竟為什麼食環署這個人員 會去放蛇 引誘這位75歲的老婆婆 做一個無牌小販 大家都看過新聞 或者在網上都得知這個消息 這位老婆婆不去拿鍾援 因為她覺得自己自食其力 可以自己謀生 但是生的方式這麼老了 出不了力的 只有去實況 香港很奇怪 紙盒很多人都調出來 有些人是專門調給這些老婆婆 老公公去收拾 讓他們可以去賣廢物 賺少許錢 根據這個 新人 老婆婆 只是賣到一元 一元 現在 想買個麵包也困難 那究竟她要賣多少個紙盒 原來才可以得到一頓飯 這個呢 這個呢 我都成一個疑問 但是她執志俠這個行為呢 我看不是 今天了 她是一個職業的實況者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不是在實況者 不實況者的問題 而是 為什麼食環處這位 工作人員 會 逮捕她呢 會告她 無牌小販呢 而且呢 是用一個非常令人討厭的方式 放蛇 是引誘她 說要跟她買 當她說提出一元的時候呢 然後就 大薄 放蛇通常呢 就只是用於那些 駕布而已 何以 這次會用在老婆婆身上呢 這個都不是奇 最奇的就是 做什麼要 找這個老婆婆 落刀呢 做什麼要找她做祭旗呢 有幾個想法 第一 是不是要交數呢 很多人都說呢 政府 工作人員呢 怕她是 蛇旺 出到去呢 就 是不是都做回些 個案 使她人 大家知道她有工作 所以呢 說有 我相信 這個是一個猜測而已 但實際上呢 她們是要工作的 但是這個 控訴這個老婆婆這件事 是不是要交代表這麼簡單呢 因為呢 這位工人員都應該知道 這位工人員都應該知道 這樣做呢 是惹起全 香港七百幾萬 不論 無論 左 中 右 的 市民 都會犯這樣的事 因為 第一 老婆婆沒有左階 沒有 使得 社會有害 她 只是 反賣她自己 十祖回來的治癌而已 她沒有對公眾 造成任何威脅 又沒有製造了任何損害 何解 要拘捕她呢 雖然這條法例是無牌小販 但是 法律不外乎人情而已 無須要 執這個法 也執得這麼 噁心 噁心的意思就是要引誘她 去一元賣 那除了交交差之外 還有什麼東西 使得 她會做這件事呢 又明知 現在呢 這個世界這麼多 面書 這麼多 通訊 一定 爆出來的 使得全香港市民 甚至乎 世界各地的人都看到 都會咬牙切齒的 她何必這樣做呢 究竟什麼原因 令到 這位工作人員 做出這件事呢 真是令人廢解 除了 心理上不平衡之外 有不可能 對婆婆 有仇恨呢 她75歲了 女士來的 何以 對她有仇恨呢 是完全不可能的 唉 所以呢 香港還有這些 這樣 這樣 的人呢 出現 做出這樣 樣的事呢 我們都不知道呢 怎樣解釋 莫名其妙 真是令到我呢 這個IQ80人呢 或者IQ120人呢 都 老根 惆障 如果大家知道 為什麼呢 來一個通訊 告訴我 我們呢 在科林 會出現這個 這樣的 各有各說的項目 而且大家也可以廣傳出去 讓大家呢 有機會發表他們的高見 好嗎 拜拜